好 过去是吗 修手机叫易东没毛病啊 这是一个陕西老铁技修的魔术二啊 张某的啊 更换品牌屏啊 他这个屏幕啊 我们就看到全是裂痕了 然后现在是处于黑屏状态啊 手机是可以开机 但是黑屏嘛 不显示 然后这种屏幕严重的比较贵 然后它显示了我们叫的品牌屏啊 魔术品牌屏啊 然后 我们马上开始更换 好 经过一个一段时间的拯救啊 这个 陕西老铁技修的魔术二换品牌 主动品完美搞定啊 我们看一下外观啊 这个非常完美啊 非常 接合也非常的一样 然后整个看上去非常 大气 高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显示效果 过后面的测试一下 啊 触摸啊 确实测试一下啊 9 190 192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 后方面测试一下 测试在触摸啊 然后指标滑 啊 这触摸很灵大啊 然后滑到哪里走到哪里啊 也不断触摸 啊 然后他的显示效果也还是不处得好啊 因为品牌的组装品牌比一般的组装品 就 好多了啊 很多人 换了啊 组装品说特别难用啊 什么什么 那些灵敏度不够啊 因为你换的是最差的组装品 组装品牌也好的又好差的 但是好的 这个品牌的组装品牌比一般的组装品牌稍微贵那么点 但是好用啊 也不可以啊 贵 好货不便宜 便宜无好货 有些东西买的贵 用的便宜 有些东西你买的便宜用的贵啊 你假如一个便宜的东西 你用着用着也不好用啊 什么触摸乱跳啊 什么 你一下飞瓶一下吸瓶的那种 啊 给你一个比较 你不要说你出钱了 手机修手机就要修个好用啊 不是说是在乎那么那么多的客气 好用 用的就是真的 好 现在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这个 感谢了些气息 28号 放击关注666